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莉 对看这个衣服就知道了 这是同一天录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些秋冬的帽子 是一些不完全的 因为有一些 我没有的 我就拿照片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现在 从家里能找出来一些 我秋冬爱戴的帽子 给大家 上头展示一下 它的帽围很大 戴上去不过有束缚 特别好搭 披着呀 或者是头发卷的呀 就是不想洗头啊 就完全都没有问题 我买的这个是L码 而且大家买这种帽子 一定要是让它 这儿大大的 只要会写在你的脸 比较小的 牌子就是这个 我这次 种类比较单一 刚会是一副帽嘛 接下来就是一种 小线帽 这是我今年新买的 装帽子 你换个装帽子 这种帽子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边儿特别厚 大家买帽子 买这种线帽 一样注意 我有三点 这是买两点 后来我发现 它有个问题就是啥 太软了 你看看 这个非常硬啊 就会显得头型不错 我觉得这下个帽子卷 会特别好看 就是我去年 戴了很多的衣帽 小红帽子 跟设定是一样 就是它这个边儿 非常的厚 就会让你的头 看起来很小 脸也很小 这个也是 又爱又恨的一种 我很喜欢这种毛帽的帽子 但是呢 这个问题是 他实在是太爱掉毛了 我是一个成本过敏的人 我戴这个东西 会很难是吧 而且他这个毛布镜 眼睫毛上面 真的很痛苦 但这个型 你刚刚卖两个好线帖 标签多少钱 还是拍标签花圆的时候 买了吧 最近也能非常的扎 我没怎么戴 我们那家东北拍的 雪景 我去那拍照 我这边都没去 是不是 大雪 这也挺好看的 接下来是我最爱的 背围帽 这一点 是我在日本 一个补补箭头 大家看上面的扣子 比较适合 气质成熟一点 戴这个 我会穿毛衣 然后配一个什么 小耳环啊 跟姐妹出去逛玩节 还有下午茶 就很OK 这个颜色 我非常建议大家买 因为我觉得颜色很鲜脸白 这顶眼是 我喜欢那种毛帽的帽子 我戴帽子 不喜欢把它往后脑上 我带一点 还有什么代表是这样 十元里美戴吧 我觉得绿色 蛮少的 不容易撞 真是一点小黄帽 就这种帽子 它适合稍微斜一点戴 有点像那种画件 就是这样给它搭一点 它这个颜色呢 比较复古 适合搭一些活色的大衣 或者是 我稍微有件小画纹 那种毛衣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UYU的那一笔 我跟你大家讲 我以为是怎么戴的 我以为是怎么戴的 有时候是啥呀 后来发现 哦 原来是这么戴的呀 非常非常挑角度 你调整好了 不要开心 但是你看 不需要拿开这 这个其实不是冬天的帽子 这是那种爆头帽 或者是叫什么八角帽 我推大家买灰色 棕色比较可能 还有一些放照片 就这些呢 都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的 因为不在我身边 然后它也是一些带毛毛的余服帽 这种帽我就要注意 你不能买那种特别软的 就是你要买 摸起来是有点质感 硬硬的 然后帽也尽可能是这种 也大一点的帽子 可能还会买新的 那我们以后再见吧 拜拜